教育部從102年開始 總共4年投入202億 來推動第二期記跡再造 目前已經執行到中斷 各界反應不錯 前英業達副總裁李嘉華建議 應該鼓勵教授帶領學生創業 來增加企業數目 動員科技董事長李嘉華 曾經在英業達打拼30多年 做到副總裁 現在回到母校北科大協助教授和學生創業 其中一間公司明年就要上櫃 李嘉華鼓勵教授和校友共同創業 令到學生實習的地方變多 否則現在大環境不好 有能力、願意提供機會的企業 就是那幾間擴大企業參與 令到業師到學校、教授去產業 產學落差只在改善 和石科技董事長童子賢也樂見其成 希望技職教育重新被社會重視 投下2802億投入第二期技職再造 教育部要找回技職特色、舉行論壇 寄取產業和學校建言 希望接下來兩年半有更大精進空間 稍後您正確認